銀色轎車失控 撞進棋樓 整排機車如保齡球般 被撞倒在地 換個角度看 駕駛右轉後 整輛車大甩尾 撞進棋樓裡 接著又突然暴衝出去 繼續往前開 最後爆胎停在路邊 煞車真的很大聲 大家都跑出來看 看起來是在追逐 下來年輕人十幾個 下來都是笑笑的 我聽到非常大聲 蹦 很常的煞車聲這樣子 然後就下來看 就發現摩托車已經倒一拍了 無召駕駛右轉擁立路後 一連撞上好幾輛機車 可以看到機車的車殼四散一地 汽車的飽感罩還留在現場 是不是覺得有點倒楣啦 車殼有一些損壞 那可能初孤 可能也要個三四萬吧 不傻眼啊 龍頭鑰匙壞掉 也是排氣管斷掉 回到事故現場 整排機車倒的倒歪的歪 無辜遭波及的車主 看著自己的愛車完全傻眼 26號上午 新北市永和永吉路 19歲的無召駕駛 過彎失控撞進騎樓 波及到停在一旁的 18輛機車和一輛腳踏車 有關車主允許無召駕駛 駕駛人的部分 警方後續離清之後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21條5項來做告罰 無召違規上路 最高可開罰12000元 這下不僅要吃上罰單 還得付起後續 龐大的車損維修費 記者林信憲 陳廷汝新北報導